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亚马逊在近几年开始变得越来越排斥 站外流量 而从2018年开始 亚马逊甚至会对站外推广 进行警告和审核 这主要表现在 亚马逊卖家联盟API端口已经对新用户封闭 需要人工审核才能开通 亚马逊正在和Facebook联手清理 以利益换评价的行为 许多Facebook小组有此变得不再活跃 亚马逊开始严格审核买家的流频行为 并对频繁流频的买家进行封号 同时移除所有评价 亚马逊开始监控 通过站外发放高折扣码造成的短期内 销量大涨BSR排名快速上升的行为 在给卖家发出警告的同时 不再给BSR短期上升的情况 配备更多自然流量 第一部分 2019年 难道站外不做了吗 我们在以上的总结中 特别提到的是 2019年由卖家主导的站外推广 将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尾声 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 是因为亚马逊在过去一年中秉密 做出了一系列举动 都与站外推广有关 他们是手机端推出 类似淘宝直播和微糖 类似的Smart红人平台 亚马逊主站点 并向推出亚马逊红人计划 Amazon Influencer Program 而就在过去两周中 亚马逊又悄然推出了 亚马逊最新的广告 报告 Amazon Audience Insight 亚马逊消费者洞察报告 这份报告的提供的数据 可能会让许多站外推广的会员 和卖家极为宝贵 这些数据包括 客户人群分析 涵盖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所在地区 收入水平等 重复购买 比率分析 主要向卖家提供 在过去13个月中 有多少人 重复购买的产品 以及 重复购买产品的时间 按时间 分析下单比率 向卖家展示 客户下单的时间段 并由此判断 具体开通广告 或者参加秒杀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 这份报告 似乎与亚马逊 现有广告功能大相逼平 因为亚马逊现在 并无法针对具体的人群 进行广告投放 也无法自动针对 与不同时间段 进行广告投放 从这点而言 我们可以猜测亚马逊 在2019年有可能 一方面会在不久的将来新增 针对人群广告功能 同时也鼓励卖家 针对于以上数据 自行进行 Facebook和Google的广告投放 第二部分 2019年 红人推广怎么做 也正是这个原因 亚马逊正在开始 吸纳大批红人为亚马逊的产品代言 这个计划 是仍然会一撮以上提到的 亚马逊手机端 Spark 红人平台 和亚马逊红人计划 Amazon Influencer Program 但是今天 我们将与大家 深入剖析如何利用红人 计划推广自己的产品 一 亚马逊定义的红人是谁 来自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的红人 来自BuzzFace 纽约时报 商业透析等行业领军杂志的作家 品牌创意者 摄影师 摄像师 图片设计师等 二 覆盖哪些国家 暂时仅开放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印度四个国家 三 他们如何选择产品 亚马逊对于红人们推广的产品 不会加以任何限制 红人们可以自己 选择自己希望推广的产品 放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或者是自己的 亚马逊红人店铺的页面上 形式与卖家联盟比较类似 但是是基于Amazon的子页面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有时候会发现流量和曝光突然增加的原因 四 红人们如何赚钱 亚马逊自营品牌 Our Brand 10% 家具类目 8% 服装珠宝鞋 7% 玩具 3% 首先 从数量而言 亚马逊的红人计划 至今已经吸引了上万红人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亚马逊推荐的评论人数量1万 其次 从影响力而言 通过亚马逊红人计划审核的 基本都有一万名以上的活跃粉丝 如果把这些红人粉丝的人群特征 和以上提到的亚马逊消费者 洞察报告的买家特征 相匹配 大家将很快找到适合自己的红人 再次 从内容和品牌打造而言 这些红人大部分的水平 都高于亚马逊现有测评师 而且他们更愿意提供更加原创 精品的评论内容 最后 从成本而言 这些红人 从亚马逊获取的收益不高 同时他们可以自行选择 愿意推广的产品 也许大家 通过Shopify的红人激励工具 或者类似CJ的用金工具 都能够更加激励这些 红人为自己进行推广 第三部分 2019 战外推广的总结 针对于以上分析 我们在这里 对2019年的战外推广 做出一个总结 通过传统Facebook 动测方式 进行战外推广 将走入尾声 进行战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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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战外推广